大家好 温哥華最近的天氣很不穩定 一會下雨一會刮風 今天又出太陽 一出太陽我一定會出來走慢步 這是我每天的指定動作 每天都選擇路走 有時我在路上看到一些老夫妻 推出走路 出來散步 享受大自然,陽光 其實人都是這樣 現在很多人已經改變了 老了一定要非常堅強 也非常重 不打算去路人院, 经过这个疫情 推着Walker都出来走 我觉得也是, 生命在于洞 温哥华现在, 城市处处都是繁花似感 櫻花出了, 又跟着有这些羊水仙 也要感谢温哥华的公园局 他们做的绿化做得很好 这边的路旁有很多低密度的公园 很多退休人士买过来这边居住 当时在80年代尾, 这边建了很多公园 有些在那个时期, 刚刚准备退休的那群人 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当时记得这边, 就好像23万, 24万 看看它的赤数是多少 所以很多人就买了一间大屋 拿一些钱, 就去旅行 20多万一间屋 他们觉得挺好的, 拿来养老 这里又有个街角公园 你看看这棵树, 很融很密的 开到那些櫻花, 这棵树的树林 我想它都有几十年了 很多人都过来打卡拍照 温哥华这些社区的公园 它的园艺设计非常接近原生态 你省眼看上去好像有点凌乱 其实它有设计的 只不过它就特意是这样 种那些树, 种那些花 有些就很整齐 有些就好像你进了一个原生态公园里面 你看看, 其实就是有人打理的 这些就是我们市民要交的地税 要交那个税行给政府 政府才是有钱来种植这么多花草树木 现在走到出来河口了 再往前走就是复溪 每一年那些农州竞赛 在前面的河口比赛 其实平时也有很多年轻子 在周末的时候就在那里挖那些契丫 这边很平静的河口 往西面就是出大海口 但是这一边也比较平静一点 所以很多人就在这边的蛙船 这一边很宁静 很漂亮也很好走 如果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过来走一走 踩单车也可以 这边很多人踩单车的 右边这边就是一个狗公园 其实在温哥华都有狗公园 它有规划给狗仔玩的 那就是狗公园 你看这些白兰花也开了 挺漂亮的 但是有花粉症的人 看到这些花就被枝刺刺 没办法了 真的太多花草树木了 你看这边看过对岸真的很漂亮 这边也有两个游艇码头 在河边有一条路 山上这边有个小山坡 这边也有一条路 如果你走到小山坡这边 你拍照、拍视频 那个景就会开阔很多 但是下面那条路 河边那条路也很漂亮 也不会有一段不太晒 这一张椅子我经常在这里坐 放一杯咖啡在这里坐 看着船仔过 夏天很热的时候 这里是很阴凉的 你看路边的屈甘香都开始涨了 现在的屈甘香很便宜 3.991宅 现在的超市 在超市买这些花很便宜 现在的屈甘香真的上市 但是它的花期很短 大概4-5天 它一开到很灿烂 开到好像杯口那么阔 那些花期就借了 不是那么耐插的 但是真的很漂亮 每一年是这个时候 才有屈甘香上市 是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